110年花林县国际生葬日 平等参与共创多元价值的 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联合宣导的嘉年华活动 今年特别在南浦公园盛大的登场 包括了县长徐真卫 以及地方人士都到场支持 共同为打破身心障碍者的歧视 和不平等的对待 建构一个平等参与 又富有多元价值的友善环境来努力 110年花林县国际生葬日 平至参与共创多元价值 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 联合宣誓嘉年华活动 并且在南浦公园热闹展开 现在其中表示 联合国丁丁每年12月3号 为国际身心障碍者日 今年也是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CRPD 推动第七周年纪念 期盼透过社会大众参与 让所有人来关心身心障碍朋友们 重要的议题 今天我想是所有的场地 通通都在办活动 我们吴正元吴理事长 只好选在我们这里 不过如果明天明年在这里办 这里的整个柜场会不一样 因为明年我们这里整个南浦 就会变成一个南浦客家的园区 这里的草皮整个都会改观 会更加的舒适 更符合我们身心障碍 推轮椅或者是走动 因为草皮上要真的要推轮椅 真的要很费力很使劲 现在许多表示也感谢吴正元理事长 发起有爱无爱的平等推广活动 明年南浦公园将会变身为 南浦客家园区 会建制为身心障碍者使用的设施 让场域更加舒适于人 幸福近年也持续增加 提供各个身心障碍者协会的经费寄助 鼓励各个协会提出职业培训 艺术文化培力等完整计划 幸福将会全力给协助 记得终于见下不到